炒饿白菜 这道菜很多吃过 今天来安排 准备鱼囊一斤 也就是炒火片 白菜一小个,腐竹 还有芹菜,姜,红辣椒 洗净控干水的鱼囊先来腌制一下 做这道菜用鱼囊比较好 因为小刺少 先来一勺溜酒 小磅蚝油,再来一勺酱油 一点点胡椒粉 洗干净,抓拌均匀 抓到小手入味,加一勺生粉 锁住味道 再次抓均匀 放一旁备用 白菜一小个 切小放水里泡一下 起锅烧油 锅烧热下油 油温烧到四成热 炸一下,炸一下 放到冷水里面浸泡 再把鱼饭炸一下 放动一下,避免干锅 不要老是放动它 用锅轻轻油就可以 把炒鱼炸到两面,金黄金黄的 有点滴 外香一分,很好吃 把炒鱼炸至两面金黄后 倒出来 再把白菜焯一下水 就着炸鱼锅已经很油了 加一点盐 水开一下白菜 煮开三十秒就可以了 倒出来 起锅,烧油 锅烧热下油 把姜丝倒进去 稍微炒出香味 下白菜 有酒店可以加几片五花肉 最近过节,肉费 爆炒两下加水 水又没过白菜 煮开后,煮倒进去 稍微煮一下 点点鱼肉 少许蚝油 再来点鸡粉 骨竹焖了十分钟 把鱼炒鱼也放进去 骨竹要焖软才能下鱼 闷到汤汁快干 哇,这个味道已经非常好了 把芹菜段 辣椒片放进去 不要用力放 别怕炒鱼可以搬散 最后来点薄芹 翻炒均匀,出锅 白菜焖鱼囊 朝上传统农家菜 菜鲜肉香 好吃不贵,又下饭 做好还特别简单 炒鱼 炒鱼跟辅助都非常的入味 不会鲜少摧 炒鱼 炒鱼